邓小平先生 他曾经三落三起 丘吉尔他一生从政 六进六出 雷根总统71岁 才当选总统 问题不在 连你给他多一点点时间 再考虑考虑 还要给他多一点时间 考虑考虑 不过至少已经是从零到一了 这有可能会是宋楚瑜 他竞选总统的宣言吗 2012年有可能会从 原本单纯的双英对决 演变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吗 你看看宋楚瑜 人都还没有宣布要参选 但是他的名字 已经出现在各家的民调当中了 大家现在都在分析 如果宋楚瑜真的出来参选 究竟谁会渔翁得利呢 但坦白说 不管是台面上这些分析 或者是民调数字 他有多少参考价值呢 因为在这个诡局的时间点 恐怕谁都没有说出真心话 倒是在立委选战这方面 亲民党已经公开了 向国民党喊话了 原已尽 行为了 如果还是兄弟的话 那么就各自登山 各自努力吧 别再咕咕迪了 亲民党要走自己的路 就在距离2012总统大选投票日 还有156天 8月10号这一天 亲民党召开了这一场 声势非常浩大的记者会 现场30多部的摄影机 一次的排开 这是亲民党好久不见的荣景了 宋楚瑜如果他只是要发挥 母鸡带小鸡的功能 目前看来这个效果似乎是达到了 而至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 他自己的历史定位呢 天道酬勤 这是宋楚瑜最常挂在嘴边的四个字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说呢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老天爷终究会眷顾勤劳的人们 相信应该没有人会否定 宋楚瑜他的确是一个会做事的人才 当年这位全省走透透 有求必应的宋省长 他是走过国民党宫廷斗争 大风大雨的人 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呢 多次的大起大落 而2012年还会有宋省长的战场吗 我们今天特别为您整理了 宋楚瑜 宋省长他政治旅程的特别报道 首先我们就要从宋楚瑜当年 是透过前傅先生的介绍 担任金国先生的英文翻译 开始开启 宋楚瑜 宋赵如 各位乡亲 一直到现在全台湾的民意 我们还是始终第一好不好 这个不是台湾人不是民党 这个我们的兄弟嘛 四十几年在我们这里奋斗的嘛 必须讲1998年 宋楚瑜的声望高到不得了 因为他得罪了李登辉 那李登辉一出手 结果你就看宋楚瑜应声倒地 宋明已经在今天的下午 正式向我党主席李登辉先生 请辞中央常委 同时也向连监院长 请辞台湾省省长的职务 既然已经把人家动掉了 还是要给人家一些喘息的机会 而且对于宋省长个人的一些心情 我绝对可以体会 也可以这个理解 所以不要赶尽杀姐 我也不怪中央说他没有钱 但是我很愤怒地说 我们在这边关心这件事情 他竟然用很恶重的语言 说宋楚瑜在山台 都相信公平吗 高雄烟大水 宋楚瑜直接下去 穿着雨鞋 那个水积得到膝盖那么深 等到他选省长的时候 他已经跑全台湾省309的乡镇 已经是一圈又一圈 一圈又一圈 他2000年选总统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要还他 还欠他 要还给他 他怎么做整天的生主生人 哪有那么有钱 一圈都会来 你跟他不成人就知道嘛 会惹死人 是他们用减掉单位 来对付我也好 我可以向大家非常明确的表明 那就是宋楚瑜问心无愧 2000年他差33万票 跟总统私事交备以后 他可以想选的都想过 甚至去选了台北市长 那个对他来讲是 已经是羞辱到极点 因为只有5万票 宋楚瑜的确创造太多的政坛的惊奇 他一生在权利变局跟葡萄中翻轨 打出自己的天下 有争议有惋惜 但是他绝对是轰轰烈烈写下很多记录的 在这边郑重地宣布 宋楚瑜正式退出台湾的政治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我接受民众对我的决定 我会快快乐乐地 然后呢 潇潇洒洒地陪万水 走我未来人生的道路 1974年 一个32岁的年轻人 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回到了台湾 进到了行政院 担任检任秘书 当时他一回国 就可以担任行政院长 马上担任行政院长英文翻译 那么以国民党当时公平政治 在选任人才的时候 他的出身背景政治协同 再加上宋楚瑜本身的谈吐 外在的条件各方面 我相信当时在蒋经国心目中 他应该是一块值得栽培的仆育 1977年 宋楚瑜被蒋经国任命为新闻局副局长 开始了他当官的日子 上任不过一年的时间 这个36岁的政坛菜鸟 却得面临超乎他经验 所能够面对的巨大变局 中美断交 据说当年驻台大使安克志 电告宋楚瑜要安排隔日 和蒋经国总统会面 宋楚瑜惊觉大事不妙 夜半直奔西海关底 有人问到他 说那你不怕吗 那时候蒋经国对大家来讲 也是一个半军如半虎的那种感觉 那宋楚瑜他讲 他说其实那天到关底的路上 他全身上像是发抖的 所以他对于半夜里去敲门这件事情 其实他心里面也是举棋不定的 也是非常不安的 他等于是在关键时刻去冒了一个险 总统对于美国突然宣布 对我断交的决定 再度向美国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这场国际瞩目的记者会 年轻俊俏的新闻局副局长 宋楚瑜可以说是抢劲的风头 他不疾不虚不卑不亢 一次一句清清楚楚地表达了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 对于美国这种行动而引起的一切后果 都应该由美国政府负完全的责任 中美断交后了一个月 宋楚瑜升任新闻局长 在他之前的立任局长 没人比他年轻 那一年他36岁 蒋经国他看人看得精准 他把宋楚瑜摆在一个他可以尽情发挥的位置上 我觉得要四十几岁以上 才大概都记得宋楚瑜当年的风云岁月 那有人讲说什么 宋楚瑜就是当年的这个马英九 那很多媒体就去访问那些大学生 你欣赏谁 宋楚瑜 你欣赏他什么 然后讲不出来 也许他鼻子长得很漂亮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时候 说实在宋楚瑜那时候就已经是 年轻气盛了 那时候还有老委员嘛 老委员咨询他的时候 常常这个宋楚瑜就跟他们 有时候就对干起来 很少看到这么一个形象这么鲜明的 口才又好 英气低人 那种锐气勃发的那种形象 活在旧时代旧思维的国民党政府 经过了宋楚瑜的擦枝抹粉 终于是见识到了媒体宣传的威力还有魅力 他对于这个媒体的运作非常了解 他内部有开班 训练一些发言人干部等等 那时候就有流传出来 就是说包括说他告诉大家 宋楚瑜自己亲自写的 他那个教材里面 他告诉你说晚报是几点截稿 所以重大新闻 比如说重大新闻 你就要在差不多 接近这个差不多11点多的时候 他只能去报道 他比较难去再去找相关的平衡 或什么等等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记者喜欢什么样的新闻 然后标题的制作的一些原则 他相当内行了 他在新闻局的时候 他在各大媒体 广播的电视的平面的 其实都有他安排栽培的人 而这些人马在媒体 大小社会立刻回报 宋楚瑜当年恐怕怎么也没料到 钳制言论自由 竟然会成为日后慢慢政治路上 他怎么抛都抛不掉的沉重包袱 党外人士就认为说 他是钳制台湾言论自由的杀手 那当时党外杂志盛极一时 那在那样的一个环境 跟时空环境里面 那宋楚瑜这个一定首当其衷 他必须扮演那样的一个角色 也许也有人会认为 他可能也乐于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这正好是符合当时国民党的一个 当时这样的一个走向 新闻局长干了六年之后 1984年 蒋经国将宋楚瑜调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 出任文工会主任 在以党领政的年代里 党的文工会掌控了一切宣传工作 思想控制 宋楚瑜从局长的身份 变成了局长的大老板 宋楚瑜那段时代 已经是台湾的民主运动 风起云涌的 街头运动每天都很多的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宋楚瑜当时也必不可免地 在政治上留下了很多争议跟批判 把当时认为说 国民党打压本土文化 不准让这个限制闽南语句 播出甚至不在意播出 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错 全部由宋楚瑜来概括承受 1987年蒋经国在去世的前一年 让宋楚瑜升任党的副秘书长 紧接着进入了李登辉时代的十年当中 宋楚瑜他历经的是一场又一场 腥风血雨的宫廷内斗 1988年蒋经国过世 李登辉依法继任总统 我在大位之上放映过去文武百官 没有一个自己的班底 没有自己的人马 李登辉如何应付暗潮汹涌的宫廷斗争呢 在代理党主席之争 以及正副总统提名的这两次关键时刻 十任党副秘书长的宋楚瑜 他挺身而出了 他的临门一角 稳固住了李登辉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那种寒冬送暖 水中送炭那种恩情 也就此开启了李宋两人 这一段情同父子的岁月 不过宋楚瑜也因此得罪许多党内大佬 这些当年种下的果 往后在政治的路上是都得还的 1992年国民党在三合一选举大败之后呢 党内要求秘书长宋楚瑜下台的声音 是排山倒海而来 眼看着宋楚瑜好像就要倒台了 可这个时候李登辉他出手了 还送给他一个大礼物 官派沈主席 行政院孙院长在今天亲神 因为突然感到头昏 手脚无力 所以今天已经进到医院去进行身体检查 孙英选的中风打乱了蒋经果的接班计划 低调沉起了李登辉终于浮出了台面 在试探力宝四面楚祸的情况之下 宋楚瑜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大拥抱 特别那天看出殡的时候嘛 那你说那个邻车出来 然后蒋家的家属跟在后面 那我就看到那宋楚瑜站在旁边 就立刻就并到那个家属的队伍去 那你说他跟家属熟不熟 熟 但是那个动作会让人家更觉得说 他跟蒋家 亲同家人 就是蒋经果跟他是亲同父子 蒋经果时代结束 揭开了国民党内惨烈斗争的序幕 我想每一位同志和别人一样 心理上有万分的痛苦 1988年1月13号 蒋经果促使七海关顶 李登辉依法继任总统 这个大位来得突然 李登辉的角色会和严家干一样 只是一个过度总统 李登辉依法继任总统 请以致诚向全国人民宣承 以并遵守正法 正宗之路 尊敬人民福利 华为国家 李登辉出十七年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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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 李登辉依法继任总统 但是做总统的时候 你想想看 没办法的办法 只有一个比赛而已 没有军堆 尊敬人民福利 没法兵人来进党也不知道 手也没办法 没法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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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外省军头啊 什么东西啊 他是非常有点疼 当晚他是造线 国军将军 你说什么村将军呢 跟他说 跟他说 好好走路 你是中央民国的立东 我已经保护你 找到两位蒋总统的路线走下去 我们都是支持他 后来没有想到他 但是我是第一个发现的 所以我同他要 反而反而最糟 李登之刚刚接班的时候 他坚持他的安全回护 国安局 他要参计 警政事务派的警衛大部 他青年也感觉到害怕 他刚计任总统的前100天 他也看一看 机关 学校 公司 行号 全部都没有把他挂上总统的肖像 都还没有把他挂成副总统的位置 国党期间 国民党内主流非主流 暗潮汹涌 在以党领政的年代 掌握了党的机器 才是真正掌握实权 当时其实李登辉 他心里面想说 只要让他当总统他就OK了 其实对党主席他接不接 说他代不代理 他并真的是不在意 那其中其实李登辉当时 我当天紧张的晚上没睡觉 有个人认为说 其实他的志望在党里面 狗事上他和国民党的党里面 都不是那么深 没有不同的意见 也有人当时有疑虑 是不是要把蒋夫人找回来 当党主席 或是请李国华来当党主席 那当时我的想法是说 既然以前 以前蒋介石 蒋经国 两位总统 他们都是以总统来兼 担任国民党党主席 那到了李登辉 第一个台湾人当总统 突然就不给他当党主席 其实是不好 所以那个时候在立法院 那么我们就发起一个 这个来支持李登辉 来担任国民党党主席 事实上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常委 是支持李登辉 担任党主席的 不过宋美龄写了一封信给李焕 其实蒋夫人真的心内容是说 能不能等到国上办完了 再来去处理代理主席事件 大家都搞错了 以为蒋宋美龄跟那个 金国先生不合的不对的 他那时候跟蒋宋美龄 后来很亲的 所以他过世之后 蒋宋美龄心情被他 躺到床上恐加 天天在这个床旁边就说 阿娘你接党主席 你接党主席 结果蒋宋美龄一直用英文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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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1月27号 国民党中常会 李登辉继任党主席一案 迟迟没有行出 列席身份的宋楚瑜 他出乎意料之外的举手发言 他是列席本来没资格讲话 他就说这个我列给你提 他说大家都签名同意的事 为什么还要拖下去 如果这个时候 案子不欲通过 对国家社会的伤害 将一天大过一天 多拖一天 就对不起金国先生一天 这个案子不提出来 我就不干了 我讲完就顺而离席 这就是台北政坛耳熟能详 所谓临门一角的故事 外界都认为宋楚瑜这临门一角 从此和李登辉建立起 情同父子的情感 但其实李宋两人都明白 当年李登辉接任党主席 几乎已经是既成事实 包括蒋家人也没有多大的意见 讲聪明的话 你就是诗实物者为俊杰 那宋楚瑜应该是诗实物者为俊杰 而且他机关算型 他是真的很会算 而且他真的能够知道说 你看那时候李登辉接大位的时候 不只宋楚瑜支持他 包括蒋孝武他们通通都支持他 认为就是蒋清国的接班人 1989年宋楚瑜升任党秘书长 在李登辉还不熟悉党内事务的情况之下 宋楚瑜他大权在握 协助李登辉一步步清除掉 他引上全力高峰的政治阻碍 他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政治手腕 他很害怕他就做什么 就像江泽民突然间被邓小平搞到北京去的时候 吓得要命他完全没有这个 不知道怎么办 李登辉刚开始被蒋经国提拔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后来蒋经国死了他当总统 有几个人帮他 帮他让他学会了 或者帮他搞了这个 中国传统的公平政治斗争的这一套的技术 这些人就是 通通是外城人 李源处是一个 宋楚瑜是一个 还有死掉的蒋燕氏 这三个外城人 我认为他更无前进 但是他知道是要怎么样登顶的 自由万岁 自由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李登辉战战兢兢当了两年多的过渡总统 1990年2月11号 国民党召开临终全会 决定提名正负总统人选 党内民主派提出了票选的方案 但是支持李登辉的人士 则是主张起立鼓掌通过 就在双方唇枪舌战之际 林阳岗提出临时动议 立即休会 由秘书处来准备选票 我说阿港伯 你为什么这么关键的时刻 关键的时候 你不坚持 他说谢秋公对我有恩等 谢秋公我讲话都看得我 表示我讲每句话他都听到 但他不处理 所以我不能够去要求谢秋公 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是我的本分 我听到他以后 我觉得他真无辜 台湾政治人物还有这样子 林阳岗多年后回忆 云淡风轻 他说一个人不能够 为了争夺大位 而忘恩负义 当年如果谢东敏 优先处理休会的临时动议 李登辉很有可能 在那一天就下台一举功 中华民国的历史就此改写 结果第一次投票 97票赞成记民投票 79票赞成起立鼓掌 李登辉派大半 97票就79票 这时候李登辉 就已经叫人写了退选声明 退选声明 他退选声明握到我手里面 都被我的手心的汗捏死了 他觉得那时候已经要退选了 这是李登辉政治生命当中最惊恐的一刻 即临门一脚之后 宋楚瑜再度挺身而出 这个时候宋楚瑜突然跳出来 他又讲了一番话 他就说这个党内有一股不安的力量在酝酿 党内呢有人要怎样怎样怎样 讲完这个话之后 支持这个李登辉就纷纷上台表叹 每个都各书几件 做这个决定就是再投票一次 再投票就翻盘 宋楚瑜再度的保驾护航 这一意才是李宋秦童父子的开端 除了护驾有功之外 宋楚瑜他首将有成 他在担任党秘书长期间 勤走基层 全力浮选 当时国民党里头 人家用了懂得选举的两个外省 一个李宦一个观众 那宋楚瑜大家觉得他这方面 一定非他所长 就是宋楚瑜下去以后 他勤跑基层 第一个非常的勤奋 热情的握手 放低的身段 豪迈的笑容 然后脸上这个非常关心的这个表情 那我想有人说这个宋楚瑜是作假 但是我觉得说政治人物就是天生的演员 有些人天生就有这样的魅力 大桥选战 国民党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博却在1992年三合一选举 惨遭滑体录 国民党大败 宋楚瑜引咎辞职 那么按照国民党当时的一个传统 其实秘书长不一定要下台 但是必然也受到相当大的一个责难 那么再加上之前反对宋楚瑜的 那些党内的势力的全力反扑 你看宋楚瑜要倒台了 但是后来经过李登辉的全力的 安抚党内的反对势力 李登辉最后出了一招 中国时报的头版头体 突然登出就是说这个 李登辉内定宋楚瑜接 台湾省的省主席 那个新闻是非常令人震撼的 因为一个败选辞职 大家都以为他政治生命可能受到很大的挫折 没想到不降反身 宋楚瑜那个辞职之后 反而李登辉给他一个大礼就是省主席 在外界的眼中 台湾省主席这个位子 也许只是一种政治上的重庸 但对于宋楚瑜而言 这是继新闻局长之后 又一个大展长才的好机会 相信在李登辉的眼中 宋楚瑜他毫无疑问 当然是一个足智多磨的骁勇战将 打天下怎么可能少得了他呢 但说到了治天下 李登辉可能就有不同的考量了 连战显然比宋楚瑜得到更多的关爱影响 1993年李登辉提名连战为行政院长 而至于留下省主席的这一个空缺呢 就由宋楚瑜来接任了 表面上宋楚瑜他是远离了台北的政治核心 但是离开台北之后 他的天空反而是更加的开阔了 宋楚瑜率领着省府的团队 全省走投投309个乡镇呢 绕过一圈又一圈 宋楚瑜把看灾政治学呢 发挥的淋漓尽致 哪里有灾情 哪里看得到宋楚瑜的身影 他成功说到出自己呢 就是新国总统团人的形象 经过一年多的辛苦耕耘 在1994年 宋楚瑜得到民众热情的回报了 这一年 台湾人第一次要用手中的选票 选出自己的台湾省长 当民进党喊出了 这是台湾人400年来的第一战 他们推出了陈定兰 迎证的是国民党的宋楚瑜 投票选出结果 一个外省湖南人宋楚瑜 他竟然拿下了472万票 56%得票率 击败了陈定兰的325多万票 宋楚瑜注定历史流明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是第一任的民选省长 他也是末代的台湾省长 宋楚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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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楚瑜 加油 宋楚瑜 哇 那沈主席 沈主席的位置 是更本土的 更乡土的 宋楚瑜 能够摆平得了那些省议员嗎 好 宋楚瑜在大家的怀疑当中上任 結果大概也是不出一年的时间 果然 好 這個就是宋楚瑜 我說他政治首饭 1993年 宋楚瑜远离台北政治權力核心 帶著他的團隊 進駐了位在南投中心新村的省政府 上班的第一天 幕僚幫他準備了一份 全省309個鄉鎮的地圖 還有一輛可以上山下海的 九人座鄉行車 在宋省長的身上 看到了當年金國先生的影子 他最招牌的動作就是伸出頭來 在那個鄉行車上 他就是行動辦公室嘛 電話傳承機什麼都有 然後他要到 譬如說他那時候309的鄉鎮 譬如說他有的地方來三四次了 他要下車之前幾分鐘 夏龍就會唸給他說 你這個地方你來第幾次 你上次來說了什麼 發應過人家什麼 然後你這一次你要做什麼 那個機器他機器又好 所以一下去就開始說 今天是楚瑜來到這地方了 第三次 然後我們上一次來的時候 你們什麼什麼 你們還插一條路 你們這個地方建設 本來要幾年完成 到現在還沒有完成 他是如主家政 我常常講一個政治人物 你不要管他是裝的還是真的 只要他持之以恆 假的也是真的 宋楚瑜至少這點是做到 他跟蔣經國一樣穿個甲克 或者穿個中文的那個青年裝 到處走 你看他訪問過的地方 然後都會交代幕僚 有些什麼問題 然後會立刻回去 告訴他做得怎麼樣 那這一點就是蔣經國 非常明顯的作風 一件白夾客 一雙唐雨靴 哪裡有災情 送出於第一時間感到 他和民眾之間沒有距離 大夥吃什麼 他就吃什麼 不管冷的熱的 通通大口的往嘴裡送 經過電視新聞的大力放送 宋審長 行政曖昧的形象 深知人心 我們阮縣長今天不但來 是跟大家來同場 真是私底下 又是向我要來掏錢 他是猛拿點雞口 掌握龐大的行政資源 宋楚瑜對地方上的要求 幾乎是有求必應 要錢的給錢 要人的就給人 在他要求之下 省府團隊展現出 前所未見的執行力 宋楚瑜他的民意支持度 像是搭了火箭一般 一飛通天 等到他選省長的時候 他已經跑全台灣省 309個鄉鎮 已經是一圈又一圈 一圈又一圈了 然後他的做 就是會讓你覺得說 他是真的很願意 要跟你做朋友 然後也非常信任你 而這些人就是說 他還有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是他的親信 你隨時打電話 你就可以跟他通上電話 那種你被受重視的感覺 你會對他死心大地 1994年台灣省長開放民選 民進黨推出曾經擔任過 宜蘭縣長 形象清明的陳定南出馬角逐 喊出這是台灣人 400年來的第一戰 至於國民黨 宋楚瑜和吳伯雄都想選 就看誰能夠得到 黨主席李登輝的青睞 你想選省長 也最該選省長 是吳伯雄 那吳伯雄那時候還喊出一句話說 就算只剩下阿里山 我也要選省長 而且那個時候 大家感覺吳伯雄本省人 這好像就是應該他走的路 怎麼會由一個外省的 宋楚瑜來 有一張照片 而且我相信他們兩個人 都知道有機組在拍 他的李登輝的手 不是搭在宋楚瑜的肩膀上 是放在宋楚瑜的背後 而且手拍著他的腰 結果那張照片一出來 媒體也報道 就說李主席這關愛的一摸 已經就意象非常清楚了 這不是台灣人 不是誰人 這是我們兄弟嘛 40幾年在我們這裡奮鬥的嘛 台灣人400年來的第一戰 也是宋楚瑜接受民意檢驗的第一戰 他的宋家軍是否能夠再度推響 勝利的號角 宋楚瑜那時候也很驚 他找了諸葛亮 我記得那時候一路追諸葛亮 因為他會去用那種名嘴牌 還有他也請出過去 可能在新聞局長任內 大家認為說他是 查禁者的一個角色 他反自回來 他邀請那個黃俊雄布袋戲 幫他做助選 宋楚瑜以前根本就是 根本可以說不會講台語 那他這個在參選省長的過程當中 第一次公開演講 我記得是中南部的某一個地方 演講場子第一場 他練了很久 他想要全程用台語 結果當時其實電視也有播 他當時真的講得空空巴巴的 他在參選的時候 說到無趣無路 但是總算以後就看不到人 這種政治 我們賣的重點 選舉結果 宋楚瑜拿下了六成 四百七十二萬張的選票 擊敗了對手陳定然 他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任的民選省長 非常感謝全省的鄉親父老 給楚瑜這麼多的鼓勵 跟參行 我再一次地向 四位表示深層的感謝 謝謝大家 但是命運弄遠 宋楚瑜他也將會是最後一任的 台灣史上 1994年 宋楚瑜當選了省長之後 他的身世是如日中天 他的民意支持度呢 破了八成 甚至高過了總統李登輝先生 沒想到隔了兩年 在1996年 國發會呢 就做出了動省的協議 就宋楚瑜他的個人感受而言 這動省擺明就是 衝著他而言 當時呢外界有一種傳說 台北政壇產生了所謂 葉爾卿的效應 葉爾卿效應說的呢 就是當一個地方首長 他的民意支持度高過了總統 那這個總統 他還幹得下去嗎 不論動省是否針對 宋楚瑜而來 那麼對於曾經情同父子的 李登輝和宋楚瑜來說 他們的關係 也的確因為動省這個協議呢 被凍僵了 2000年的總統大選 國民黨推派連戰競選總統 宋楚瑜他托黨參選 結果李登輝這一出首新票案 要求宋楚瑜你要把話說清楚 講明白 重創了宋楚瑜的選情 我們來看看當年的這個投票結果 宋楚瑜最後就以31萬票之差 敗給了田水扁 即1994年宋楚瑜成為第一任台灣民選選長之後 李登輝也在1996年以581萬張票 五成四的得票率當選了中華民國首任的民選總統 秦鴻負責李登輝兩人 雙雙登上了個人政治生涯的巔峰 但卻在廢省洞省的十字路口 反目成仇 從此行頭末路 水火不如 我也不怪中央說他沒有錢 但是我很憤怒地說 我們在這邊關心做這件事情 他竟然用很惡作的語言 說宋楚瑜在三台 各位相信公平嗎 宋楚瑜他在地方上扎根太深 當一位省長的民意支持度如果超過了總統 是否就會產生所謂的葉爾卿效應 功高震助 對李登輝來說 這些外省竟然或者外省老軍頭 你再大的威力 他只要打出一個外省的氣力 外省軍頭欺負本省總統 就解決了 所以不管你功有多高 你贈不到他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還跟那些政壇人物講 你們不能再教李登輝了 每個人都教他一套 你再教他 因為他掌握了總統的權力的時候 你們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 不管你的功力再高 不管你的人脈再廣 通通會被他收編 1996年底在李登輝主導之下 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國發會上 以提高效率為理由達成了動省的協議 停止省長 省議員等公職的選舉 所以你不管你是什麼 民選的省長400年來第一站 沒用的他說廢就廢了 中華民國的競爭力 今天之所以有一些問題 全然歸居於台灣省 這個省的存在 或者是台灣省政府和省議會的存在 把它去掉 然後我們國家的競爭力就會增高 處於對這一點 要代表我們所有台灣省的 這些省政府的工作人員 表示不能夠接受和不能夠同意 宋楚瑜馬上就反彈了 那在宋楚瑜的心裡想著說 這麼重要的事情之前 怎麼李主席都沒跟我講 他心裡非常的不平衡 我覺得這種不平衡 一方面是覺得說他被忽略了 二方面他可能也隱隱地覺得 在未來你認為腦海中的下一步的布局 可能沒有他的一個角色 表面上洞神的決議 是制度面改革的就事論事 但是曾遭冰凍的宋楚瑜心中 卻認為這根本就是衝著他而來 湖南羅子了一口氣 這怎麼可能咽得下去呢 經過了幾天的參考之後 宋楚瑜在1996年的最後一天 掛官求去 作為台灣省的首務省長 卻被要求來處理所謂動省的善後工作 情何以堪 真心誠意 稀稀哉哉為難台灣新興民活步 卻被責為績效不章 成為虛極化和動省的理由 身為台灣省的省長 理應負責 台灣省省長所需要的不是同情 而是台灣人所需要的尊嚴和頂天立地的風格 淳雲已經在今天的下午正式向我黨主席李登輝先生 請辭中央常委 同時也向聯監院長請辭台灣省省長的職務 省長請辭的消息震撼了台北政壇 民間議論紛紛在一時之間 位在濟南路幽靜內向當中的省長官熱鬧非凡 大官的黑頭車進進出出 請問省長在哪裡 請問省長在哪裡 不曉得 我想抱歉 我想她都做得很好 是不是 她很多人可能有壓力了 好吧 大家盡量來請她再留任 國家需要她 省也需要她 省民也需要她 大家盡量想辦法 宣布請辭後的第十天 宋楚瑜親自前往總統府 向李登輝報告他的決定 特別向總統再一次的表達 為什麼 處於請求離開台灣省政府職位的 這個事情 向總統非常忠實的來報告 希望總統請得成全 但是總統說 你不能走 宋政黨一直希望總統要讓他走 總統說我絕對不讓你走 總統非常堅定地說 我絕不會讓你走 總統說 您好好地回去 冷靜地想一想好了 六點過後1月15號 李登輝過生日 在李登輝執政告白醫術當中 曾經提到 當天李登輝在官地裡 等著宋楚瑜來陪他吃飯 但左等右等 宋楚瑜不但沒有出現 甚至還隨便派了一位隨緣送了盆花 這卡片還是由幕僚所代書的 如此的態度 讓老人家大為光夥 李登輝後來很生氣說 不來就不來嘛 還派個幕僚來 幕僚來 而且說給我寫個祝賀卡片 亂七八糟 讓花店的人代寫 對我完全不擺在眼裡 這對李登輝也就是很大的侮辱 我後來問了宋楚瑜 他說 西平啊 什麼花店人代寫卡片 卡片是萬水親自寫的 你可以查對筆跡嘛 什麼幕僚送的 他說我告訴給西平 萬水親自送去 那個人員連大門都不能讓他進 在門口接著花欄就把門關了 是我不禮貌還是他不禮貌 一場生日宴 李宋兩人在多年之後都為自己暴去 宋楚瑜感到憤憤不平的 可能是為什麼在李登輝的權力布局當中 他永遠排在聯戰的後頭 當時的打天下都是我跟你一起 所有慘烈的局面都是我們一起共同度過的 那麼在宋楚瑜的心目中會認為說 聯戰只是因為他家事好 他風平浪靜 因為聯戰都是在政府部門 那等於是他在家裡看家一樣 幫李登輝看家 打仗的那部分戰功是我打的 但是到最後 你卻只把我宋楚瑜當成是你的愛將 而你真正的心腹 原來還是你想要栽培的那個聯戰 所以這一部分宋楚瑜是始終不明白也不平衡 動審動住了李宋兩人的關係 省長的辭成擺在那兒沒人批 看似進退為虎的情況之下 宋楚瑜他不愧是身經百戰的大內高手 請辭待命他把燙手山芋丟回給了國民黨 請行政院在今天明確的指示處於離職 並且宣布依法辦理補選 如果今天中央的長官沒有做指示 本人從今天開始會要求省府的同仁 不要再對這個問題表示意見 現在處於會專心審政到任期劍滿為止 就你宋楚瑜來講 雖然當年幫了我這麼大的忙 但是你宋楚瑜不要忘了 我既讓你成了國民黨的秘書長 而且後來在你這個選舉失敗的時候 遭到黨內劍拔打擊的時候 那時候反覆的勢力這麼大 我還排除萬難 讓你成為官派的省長 那麼最後我還順勢讓你成為 台灣400年來民選省長第一人 這麼大的勇寵跟回報 我已經還你了 你還叫什麼 就這樣子 宋楚瑜寢辭待命 直到1998年省長任期結束 兩年過後 身世如日中天的宋楚瑜 他執意要參選2000年總統大選 遭到的國民黨開除了黨籍 1998年的時候宋楚瑜的聲望 高到不得了 那時候所有做的民調 做出來都是宋楚瑜要選總統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要開放總統 民選了嘛 雖然我們剛剛講說 你都會認為說 他在後期已經都還給宋楚瑜 但是這種好像政治父子的這種反目 大部分的人都會比較同情弱者 而且宋楚瑜那時候 形象真的很好 情政愛民 然後很努力做事 各位鄉親 一直到現在全台灣的民意 看到今天在高雄的這個盛況 我們還是始終第一好不好 好 眼看的勝利在網 卻沒想到半路殺出的新票案 中錯了宋楚瑜的青年形象 最後以31萬張票之差 敗給了沉水點 2004年去去副首連送初期 換成了兩顆子彈來攪去 2006年宋審長他的封刀之座 內戰首都 結果卻是看不遠度 宋楚瑜已經創造太多的正常驚喜 他一生在全電局和頭桃中翻滾 打出自己的天下 所以他這一生來講 雖然最後的這個結局 令他很不滿意 而且是相當的令人有爭議有惋惜 但是他絕對是轟轟烈烈寫下很多記憶的 在這邊鄭重的宣布 宋楚瑜正式退出台灣的政治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諸位 謝謝我接受民眾對我的這個決定 我會快快樂樂的 然後呢瀟瀟灑灑的陪萬水 走我未來人生的道路 天道酬勤 宋政長他的政治旅程 是已經到了終點了 還是未聞待續呢 相信很快就有答案了 感謝您收看今天台灣起事務 我同獎 再見 再見 3 台灣 超然 有 殺全 他